大家好 欢迎收看CTGaming黄金书幽影流程攻略的第四集 这一集我们有两个地方要打的 首先我们先过一下这个大桥来到城的前方 我先标记一下地图 首先我们要来到这里 然后就是这里 然后这里 哎呀 玩一下大桥 先拿来玩一下 然后呢 搞一点海水海蓝的装备 过球的时候呢 小心一个炮塔了 我们S自行走应该不会被打到 好 先跳上去把开炮台的士兵解决掉 好 叫一下大哥 这里是可以叫大哥的 不用害羞 好了 然后就回 在桥上有东西拿的 大哥下手这么狠的呢 好了 桥上点两个东西 然后我们往第一个点 出发 这里会拿到新武器的 在第一个点的 我们很快的把 哎 这个士兵要赶快清理掉 哎呀 快要把他打麻将的朋友一起都交过来了 不过有大哥应该没有问题的 哎呦还掉了衣服 不错 好 好的 然后他们这里是有一个宝枪的 打开以后可以拿到新武器 那我就不读他的名字了 弄字幕很麻烦的 好了 然后过去第二个点 那里有一本制作笔记 哎 这里剪一下蝴蝶 这里把小兵拉过来吧 这里把小兵拉过来吧 哎呀 还是电火好用 OK 哎呀 我其实上了血可以用恢复来补血 然后我会自己慢慢补蓝 呢 好 这里有个黑骑士 我们偷偷的上去 直接送他一个四只盏 酷啊 黑骑士腿甲 不错不错 然后拿完制作笔记呢 这里有一个玛丽卡的神像 如果没有跟我跑图的朋友呢 可以在这里拿一个碎片 然后我们就在赤福点休息一下 这边就有一个小兵 顺便把时间调到中午了 好 接下来我们从 角的左边 不是角的左边 桥的左边,这里跳下去 上马 对了,我先标记一下这个方向 我们接下来要去这里的 不过去之前我们先往西东南方向 东南方向 在这里可以拿到一个新的护斧 是增加魔力抗性的 这个加山的护斧 要往我们刚刚标记那里走了 好,直接往北的方向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敌人的要塞了 先不要跟他们打 他们在这里有很多火焰壶 还有很多远程 这里还有很多火筒会爆炸的 来一下这个蝴蝶 然后继续走 迟一点我们会来清理他们的要塞 所以现在先别管 然后我们会来到一个很大雾的地方 这里野外是没有东西捡的 但是这里呢是有一个地下墓地的 没错 又要打地下墓地了 不过我觉得这一集的地下墓地还挺好玩的 不会像 本体的那些 一量取胜的很多都是用来抽速的感觉啊 接下来 好进来以后直接冲了 那些外面的敌人就不管他了 雾谷地下墓地 听刚好玩的这一集的地下墓地 好像只有三个 好,下来以后做一下赤福 好了,打之前最好是准备一点弓箭 就算你是法师玩祷告的 我也推荐 随便找一把大弓 你能用的 不能用的话呢,就用那个饰品来加灵巧 是带箭语的 箭语呢,很好用 我一会会用到的 我这把呢,我也是不够灵巧装的 不过呢,我有一个饰品可以增加灵巧 你们先去一下准备武器 不用加到最满,加到加24就行了 撕射武器,加到加9 你可以直接用拉塔那把 这里是有一些新的小恶魔的 同样呢,防御反击打他们很有用的 诶,刚才我的采集卡又卡了一下啊 我们打完小恶魔,这里拿完东西,然后这里拐左 直接进去这个房间 直接进去这个房间 这里呢,要小心了,有一个陷阱 我们出去一下,听到声音再回来 他会拍扁那个敌人的 哎呀,居然没打到 那我们就把敌人引过来吧 哎,直接打死了,好 然后我们直接跑到左边的这个口 等一下 然后再跑 这里会掉一个敌人下来的 正中一样的 防御痕迹 啊,这个陷阱呢 是打不到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的 所以可以放心打掉这个敌人 我们继续往前 啊,不要冲太快了 不要过右边的这道墙 这里有一个很麻烦的法式的 上方桥的中间有没有看到 没有的话我锁定一下给你看 好了 不要露脸了 这样呢是可以锁定他的 我们把带箭与的弓箭呢拿出来 我把箭装备好吧 好了 按战技呢 无论是剑鱼或者是拉塔 按这把弓呢 按剑鱼的时候是蹲下的 然后呢 我们按发射的时候呢 瞬间呢 锁定敌恩 这样呢 这个剑鱼就会打到他了 这样呢 就不需要等他 让他用那个魔法 他的魔法呢 打到强会弹来弹去的 伤害还挺高的 虽然没什么伤害 但是可以这一用 在他看不到你的情况把他打死 咦 咦 咬伤会打的多一点 嗯 补一下蓝 好 把这个麻烦的法师打掉 然后我们又可以往前了 右前方应该还有一只小恶魔的 是的 他们现在还有远程攻击 把他们这个跳呢 跳的时候呢 你就往后走 然后打他一下 或者等他下来 防御反击 拿一下这个花 然后等我看一下笔记啊 接下来我们往前走 又有一种新类型的小恶魔 他们是嘴上有个大炮的 很像吗 我个打 打上次的游戏啊 很搞笑 吸引一下他的注意力 再回来他就会下来了 然后我们准备一点远程了 用远程把他解决掉 我们先走右边的房间 好了 这里要小心 左边是有敌人的啊 我在这里写一下 下信息吧 前面要小心 左 对了 粉丝们呢 可以在这里呢 输入一下 DT 888 加入我们的这个群组啊 加入了以后呢 可以比较容易看到群组里面 谈有的消息 而且 有收呢 他会有爆加的 所以呢 记得加一下啊 好 左边的这一只 打掉了 前方的左边又有一只的 好 让他弹刀 反击 处决 哎呀 谢谢你帮我回血 好 好 拿一下制作笔记 然后我们一直 直走 我先看一下笔记 接下来的房间呢 相信你现在已经看到了 又有一个陷阱 我们呢 现在要跳到他上方过来 先让他发动 要走到他上方 上来有一个新的大炮 小恶魔 要小心的 我们直接冲过来 哎呀 把它打掉 拿一下东西 雷电化 然后踩在这个机关上面呢 上去这个房间 先 这里要有个法师啊 先不要冲太快了 我们拿远程把它打掉 OK 然后我看一下 好 这里 把花拿了拐左 这里就是我们打第一个法师那里 用弓箭打到那里呢 还没把它打掉 现在可以把它打掉了 然后我们上楼梯 前方呢 又有两个士兵的 我看看他们用黑焰 我用黑焰伤害比较高 先打 左边这个吧 然后前方还有一个骑士的 非常小心啊 哎我们先不打那个骑士 先走过来拿隐藏的东西 好在这里可以触发陷阱了 我们就要跳上去了 好跳过来以后我们拐左 这里有个房间 那个骑士我们一会也打到了 不会错过的 好这里会拿到我们 属于我们自己的 黑骑士骨灰 挺好的这个 当坦克 好 然后我们面前呢 这里呢 就是刚刚看到黑骑士的地方了 其实他右边呢 是有一个小兵搞偷袭的 我们刚刚直接冲进去的话呢 会比较难打 所以呢 先 哎呦 我还往后了一步 先把这个士兵打掉了 非常好 然后呢我们 还是用单锤吧 下来把骑士打掉 哎呀 没事 好 拿完东西呢 我们的原路返回了 哎 这里有花 哎 刚好有人点赞我的信息 雪不满了 好 桥上拐右下来 进房间我们拐左 回去刚刚那个有机关的房间 我们先触发一下这个陷阱 好 然后马上下去 往后走 这里呢 要小心左边 我再写一下 前面要小心左 你看 哎呦 他好像发现我了 好 这个梯子呢 是回去刚刚我们走过的地方的 我走一下给你们看吧 可以上来拿一下花的其实 对啊 这里跳回去 是一个我们走过的地方的 没什么用的这个梯子 没什么用的这个梯子 继续往前 哎 又有陷阱了 我检查一下啊 对了 哦对 刚刚我们是躲过这个陷阱下来了 好 触发一下陷阱 马上跑 好 记得捡这个东西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升降剂了 继续往前走呢 接下来这个房间呢 有很多大家都很喜欢的小恶魔啊 其实他们这一集的新造型还挺可爱的 说是狮子啊 看起来像向日葵 先打掉一只 用远程打掉这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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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他火炕还挺高的 哇 有一些还会喷火 这里又一只 左边又一只 左边又一只 好 好了这里看到一个法师 我们用远程把他打掉 靠近他的话呢 他身边有小恶魔的 所以用远程比较保险 哎呀 浪费了 往前一点 上方 哎哟 那我在这 那我就直接处决 好的 拿一下东西 我们往右了 又一个 带 陷阱的房间 我先看一下笔记 好 接下来这个房间很大的 而且呢 有个法师在那里 乱丢魔法 他这个魔法弹来弹去 有没有看到 如果打到你的话 就会在这里乱弹了 很烦呢 我们先触发一下机关 我们先触发一下机关 走到大概这里 边边上 哎呀 听到声音了 然后马上躲到左边这里 第二个呢 地上是有坑的 哎 先打掉这一只吧 有大盾是挡得住的 就像他乱跳 好 走到第二个呢 我们要贴在边上啊 因为走得太进去 会掉一个坑里 要非常注意的 好 马上跑到第二个 不要跑得太深了 先不要掉下去啊 要呢 我们尽量呢 把这个台 做中间的这个法师啊 打掉 好 确保可以锁定他 如果你镜头是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锁定到那个小恶魔 有没有看到 但是 用柱子挡住那个小恶魔的话呢 只会锁定到那个法师 好的 我们把大弓拿出来 哎 我是撞他右手 好 然后 用战技 哎 哎呦 这一次伤害还不错哦 好 打掉以后呢 我们再跳下去 不然一会会比较麻烦 跳下去以后呢 不要马上动了 我们准备好远程啊 又有一个了 又有一个法师的 又有一个法师的 下来以后 找出那个法师 在这里啊 好 打掉以后呢 我们先过去捡东西 看清楚头顶上啊 有那些史莱姆的 史莱姆 哎呀 我写笔记 工具把啊 史莱姆的位置 写下来了 不过呢 走的时候检查一下 啊 左边有一个房间 我们先把远程 远程伤害开出来啊 上方又有 哎呀 这史莱姆真的烦呢 哎呀 先把它解决掉吧 我 不要靠近那个房间 又有两个法师的 如果等下他们 开始攻击的话 就很难打了 最好是用属性上 来打这些东西呢 哎呀 我们不要对着门靠近了 那个卡法师应该是在偏左的位置的 这里是有两只的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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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锁定不到他了 好的 哎呀这个黑眼真的 距离真的蛮短的 啊 千万不要进入这个房间 左边还有一只的 你要头顶上呢 还有那些史莱姆的 不过这个房间故意做的好黑啊 让你看不到 哦 对啊 然后锁 哎锁定到了那个法师了 我们贴的左边墙冲啊 不准放法术 好 看好头顶了 头顶有两三颗的 有没有看到 我们 他就是想让你冲法师的时候呢 把你抓住 然后呢 两个法师就可以用法术把你打死 这个陷阱还挺要命的 我们把花 勾集一下 然后就可以走了 哎呀 负重了 哎 没有负重 看错了 出来以后呢 应该是往左边有一条梯子的 这个梯子还蛮长的 我看一下笔记 先补一下血 好 这里直接往前走一下 马上拐左 先拿一下花 哎 只有一个 好吧 下来马上马上拐左 这里是我们之前打过的 再下来呢 又是那个大房间 现在那个法师不摘就舒服多了 哎 出发了陷阱 马上跑 再跑 小心啊 这里不要掉下去了 然后跑到第三个 有东西拿 那这个 我现在锁定的这里呢 有一个小恶魔 他后面又有一个小恶魔的 如果你怕 被打死的话呢 我们又可以用剑语的那个打法 哎 麻烦是麻烦一点 但是 稳 非常的稳 好 他好小次 不是一定打得中啊 只要打到他 他就会冲过来了 然后陷阱会把他打死的 马上从 好的 又下来了一只 上来拿一下 东西 这里呢 又有一只 然后呢 这里又有一只 但是你可以不用打他们了 在这里呢 我们靠近一下 有一个隐藏地区 等他下来了 我们走进那个洞里啊 哎呀 错过了 还蛮难跳的 这个 啊对 我负重了 先换好装备啊 好呢 跳进来 哎呀等下一个人 这里有个宝箱 不要拿完不要急的下去啊 背后还有个隐藏地区的啊 拿完东西触发一下这个陷阱 好 要一直跟着这里走 这里有个房间可以拿到一把 这个算是个小支线路吧 我们这里拿到这个剑呢 以后呢可以分别在不同的这些台做了 把它变成了黑暗剑或者是光明剑 然后黑两把剑之间还可以切换的 如果是二周末的话呢 两个周末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收集齐的 一个周末只能收集一把 不过你可以换 好了再往前走 我们要慢慢走啊 不要出进去这个房间呢 好等这一只下来 哎呦他们是一定会冲上来的 没事先打掉这一只 然后打掉第二只 防御反击打这些东西真的很舒服 法式也可以用水母盾了 水母盾打这些那个防御强度还是够的 除了那些黑骑士啊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跑到对面的房间 原来我在这里停一下看一下笔记 接下来这个房间小心了 又有陷阱了 好很快的跑拿东西 我们差不多要打boss了 接下来这个boss呢 叫死骑士非常帅的一种boss 我们要打两次的整个游戏里面 他们掉这个是掉一把队斧啊 一队的斧子啊 蛮帅的武器 然后呢他们是追随葛德文的 就是死王子葛德文 然后呢死王子呢下去 他死之前呢是研究 在王城研究那个古龙的祷告的 古龙的黑色雷电变成金色的雷电 所以说呢这些骑士呢都会雷电的 所以呢我们带一点雷抗性 物理抗性 然后带一点你可以增加伤害的 不服 我看一下加多一点血吧 挺难打的他动作很快的 啊 看起来像他蓄力的时候呢 一定要躲他那一招 如果他抓到你的话会吸血的 基本上可以把血吸满啊 好了先把buff加好了 不过我们庇佑等级比较高 应该ok吧希望吧 来大哥快点出来 哇他这一招新的祷告呢我们是可以拿到的 好帅啊这个boss 我们迟一点是可以捡到他的套装的 哎我们伤害打他也不错 千万不要用雷电打他 我感觉他的雷抗应该还挺高的 不是这招顺利啊这招是一个旋转的大范围攻击 哎呀应该打不中的这一下 哇他这个七连雷电真难搞 你可以用这些柱子帮你打一下的 他冲过来的攻击也可以 来大哥直接把他送走了 非常好 好了然后就拿到这个死骑士队斧啊 还有新的 这个斧子呢我挺有兴趣生的 如果双手攻击就是一个队斧 他的战绩呢是这样的 是往前冲一下 跟我们刚刚拿到的其中一个战灰是一样的 中间呢人消失的那一段呢你是有无敌针的 在接中攻击呢就是一个 连打的旋转的很帅气的一个战绩啊 这一招的话呢 是可以触发连续攻击爆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队斧 挺有潜力的 我打算试一下 好打完了我们就出去吧 很快的看一下笔记啊 啊不如我 先回一趟原作厅堂 找老铁匠升级一下新武器 好想玩这把新武器 看一下啊这把武器 还5.5重量非常好 还能不能把个锤子拿着身上呢 那可以还不会负重 哎但是因为我撞了这个 哇那就会负重好吧 没事那先带着那个吧 这把斧子呢迟一点还有一个大斧的版本 不过他的战绩呢没有打那么多连招 啊直接升满传送我们回去这个 城的前方 哎呀啥都看不到 哎把时间调到中午吧 还是中午最亮 好了我们往东南边走吧 啊从他们营地的这个路走 然后呢看到右面的营地吗 我们马上拐右 走到这个像悬崖的地方 给你们看一下位置 就是这里 基本上我就走了这一段路 这里是有点断肇石可以拿的 下去 然后再下去 有三个没什么的士兵呢 这些士兵会给自己加buff的 还蛮难打的 还蛮难打的 哇 他冲上去的那一刹呢 还会打停敌人一下的 所以挺好用的这个 撞一下转 好 又有一把新武器 好 三颗五级的石头 好的 然后呢我们往东南方向走 接下来呢我们会 怎么说呢去到一种 新的地点 叫做锻造遗迹 这种锻造遗迹 好像是有三个 应该是三个 这种锻造遗迹呢 反正就是不用打boss 又可以拿武器锻造死 又可以拿武器锻造死 古龙岩的地方 进来以后又会看到新的敌人了 我们可以跟幽灵说话 找石头找的都翻了 不过我一定会找到锻造祭坛 没错 他是给提示我们 要找这个锻造祭坛呢 基本上找到了 点一下 就等于通关这里了 好了 下来以后我们往左吧 试一下这个斧子哥哥都打 看到这种新型的敌人呢 你打到正面呢 是没什么伤害的 你要打他 有没有看到屁股上 那个红色的钻石 如果我这把武器销链能力不够的话 我就换大锤 哎呀哎呀被他发现了 哎可以 然后处决处决他的屁股 把他引过来吧 贴着墙很能打到他背后 哎 又打中了 可以啊 这把斧子 蓄力就行 匕首跟直剑应该不能一下把他们打倒地的 所以尽量拿大一点的武器啊 大剑呢应该大锤这种应该够 好 记得点剪东西了 在这里呢我会一直按剪东西的按钮的 好多东西剪的 每个角落墙都检查一下 啊 我这个攻略呢 说的全收集呢 是全收集装备 更比较重要的 东西像那种低级锻造石啊 制作材料啊 没什么用的东西呢 有时候错过我也不会去补 不是那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那些制作笔记跟装备 好 好 地图这么大 很难全部剪呢 好 又有弹造石 然后我们走到这里 看一下笔记 好继续往前走 推着墙壁 检查有没有东西拿 一直按剪东西 按钮 好 这边应该没有东西的 可能我们走黑头 哎 这个梯子先不要下去啊 应该不用踢下去 OK 我们走到这里 可以跳到平台上 然后再下来这边 先拿制作笔记 然后不要冲过去打他呢 我们从旁边下去 先打掉这个史莱姆 拿一下石头以后呢 我们静悄悄的 在他背后蓄力 第二下没打到 把他拉出来 好慢啊 你能不能快点 哇 快慢刀 轻攻击 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OK 好难打啊这种 以后还有更强的 会远程的版本 好这里捡石头 看一下这一边呢 嗯 这里呢 右边是有个路的 可以走的 我们先不要过去 走左边的 左边又有一只 这种铁匠 应该是断杖魔像 好 我们静悄悄的 过去叙利 看一声大锤打 会不会爽一点啊 没打中 好 刚刚的一下肯定是没打中 一下肯定能出重决 嗯 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好拉出来 他的动作有延迟很烦人 好 凭A真的没什么用 还可以 最好用蓄力 好 4 4 6 我们先回去刚刚那里啊 梯子上面好像就有东西的 对 有点石头可以拿的 看来我想写流程的另外一个角色 应该是错过了这几颗 不然哎呀 没差呢 这些不是什么重要的 低等级的石头我们买都买得到 好 接下来应该不是进去那个房子 我们先上一下楼梯 我先布一下雪 跑了 哎 你看到处都有石头 好上来这里 铁的右边走 再跳 有史莱姆跳下来的 看一下还是打掉吧 哎呀是按中级我整天忘记 算了 有点浪费了来 不过没差 好 这里跳一下 再跳一下 然后跳下来 再爬楼梯 上面有个房间呢 进来这个通道应该是叫不是房间 这里能不能跳下去 我还是乖乖的爬梯子吧 看一下 捡东西 捡东西 记忆的拉一下这个 再下去啊 不然又要重跑 那里还有一个 断照魔像 先剪一下石头 把这个史莱姆打掉 他醒来了 把他引出来吧 他贴的角落不好打 哇 差点把我推下去 不过推下去不会死了 所以说打这个DLC 盾牌真的很重要啊 哎呀你还不倒 好啊 好啊 然后拿到这个新武器啊 这个名字带刘文 系列的武器呢 你的重攻击啊 都是可以丢出去的 这个系列我最喜欢那个锤子 那个锤子丢出去很厉害 然后就是毛 毛的话呢可以骑马的时候丢的 用来打 啊啊 打龙还有其中一个古龙boss 非常好用 所以我建议呢 你们留一个古龙盐来生一把毛啊 不然那个古龙boss呢 超难打 那边呢是有一个梯子的 如果你在这里跳不成功 可以从那个梯子跑回去啊 摔下去盐家呢 不会死的 好了准备了啊 先看一下房间东西都拿好了 好可以跑了 哎呀 哦 十分 前面还有两只史莱姆 史莱姆 会丢 丢石头的 打一下 没掉 然后跳过来 就是我们这个 终点了 点一下这个祭坛 就可以拿到一个古龙岩 还有一个新武器 铁战大锤 这个锤呢 我觉得一般 但是如果你缺一个 如果你是纯粒的流派 然后你去缺一个火焰的副武器 不过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缺了 你是可以试用一下这个大锤的 但是我感觉一般 我第一个角色打DLC呢 是有用这把武器啊 基本上很少 很少想掏出来的那个欲望 只有其中一个boss我掏出来的 因为他弱火 但是你要火属性武器呢 有很多其他的选择 好 我们先回去试服 休息一下 今天打的差不多了 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一集呢 我们现在会走这个道啊 往南边串过这里 然后呢 会来到这个河里面 把里面的东西打干净 然后再拿到南边的这个图 然后呢应该是第六集啊 第六集呢 会走这条路下来这里 穿过一个叫隆洞的地方呢 来到另外一个地方 好的 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请你帮我点个赞 第五集呢 我应该会明天马上更新的 如果不想错过的话呢 记得订阅还有关注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